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 就是这几天一直在帮助我的一个台湾的朋友 他应该是个护理师吧 他今天把我在中国大陆我妈的所有的病例的情况了 然后已经给我准备好了 而且他真的不厌其烦 就跟我昨天说的一样 然后他今天把我们家的需要的一些东西 已经转寄给台大这边了 我觉得挺开心的 另外一个事情呢 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可思议 昨天跟大家说 我说台湾的民事那个电视台 把我的视频有可能会转发到社交媒体上 但是今天上午左右 我又收到了台湾达人秀给我转发的信息 就是说可不可以把我的视频题材转发到他那里 其实我真的还挺感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关注我很久的一些 尤其是台湾的一些粉丝朋友 你们最早关注我就是因为 曾经的台湾达人秀转发的我的视频 然后你们才关注到我的今天 我还跟那个人说 我说你还记得曾经你转发我的视频吗 然后没有想到这个台湾达人秀的工作人员 真的还搜到了我曾经的视频 我觉得反正就是这段时间虽然发布有关于台湾的新闻 不是台湾新闻台湾的视频不是很多 但是我没有想到有很多好心人在帮助我吧 所以再一次感谢大家 要进入这个市场了 给我妈买一些吃的 其实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大陆跟台湾跟香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这个招牌都是这个样子的 有没有单独的出来啊 这有一个单独出来的 然后招牌上都是那种大红色大黄色 在中国大陆买东西最要小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厂边登记的 小心爬手 看好手机 小心被人掏 好 谢谢啊 我先让老板给我做一下 因为我妈想吃馄饨了 给她做个馄饨 要纯瘦肉的 这个颜色一会像三文鱼啊 行 一会儿我给你掌过去 谢谢您 你说虽然我是大陆北方人 但是我经常不会包饺子也不会赶皮 啥子不会干 因为我们家有我姐有我妹 所以这些东西我都不用搞 每次就是我只负责去煮 剩下都是他们在做 来的 多少钱 西外员 来这个这个吧 这个多少钱 来到这 就这一个 这个多少钱 三块四 好 行 谢谢啊 这几天在医院呢 更佐证了我一件事 我真的我们一直怀疑 我们打的疫苗不对 因为我们家根本没有白血病那个家族史 就算我那个姑姑家妹妹 她跟我妈妈不属于那种直系那种亲属 然后这几天在医院呢 我问了一些状况 有很多白血病人呢 就是她已经移植成功之后 没有想到打完疫苗之后 然后复发了 甚至有的打完第二天就复发了 还有一种就是说 刚打完没几天 她根本就不是白血病 打完之后就得白血病了 当然我觉得我说这种话题 台湾朋友能理解 但是有可能一些个别账号会说 你少拿这个当炒作了 真的 你想想 我们一家子 包括我姐 我妹 我爸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我妈会得这个 我们都以为她得了是新冠 甚至别的 但真的没有一个人会往 这个白血病这里去想 嗯 哎呦 怎么冲 冲冲冲冲来的 我绝对不来 哈哈哈哈 这几年你说弟弟刚开始 你们还能赢了一些 到现在你们基本上 这么有太多钱了 我觉得自从有了你们弟弟之后 那个出租车司机 态度都好了很多 嗯 走 来 北京也不行 之前其实去台湾玩的时候 台湾出租车司机就超级好 然后我人生中第一次来北京这儿啊 去考那个哪儿 那个首都师范大学的时候 那个因为一晚上没有睡 打了个车 然后手机给丢车上了 然后我紧接打第二个车 我说你能过追上那个车吗 那司机说我追不上 然后那次就给我感觉就很失望 现在有滴滴之后 我觉得他们态度就 反正就是好很多了 就是之前 你看之前他们就是下雨天不走 近的不走 然后反正就各种坑人 要不容易绕路那种的 对吧 这滴滴把他们治了 嗯 不打你了 然后前段时间不是看新闻吗 有几个那个出租车司机 把人家的滴滴给围入了 我觉得就是实在在发展 大家想象的就是互相尊重 你知道对吧 对 你知道对吧 嗯 存在就 存在的就是正确的 对 要是没有 没有市场的 不可能存在 对 反正我觉得现在有滴滴之后 他们态度真的改变 态度态度也没办法 你为生活 你说哎 你们就别看 对对吧 这也没人 你常见你去看 我你像我那时候去台湾的时候 在人家高雄那边 我那次酒店我找不到了 然后那个人家出租车司机就特别耐心的一个一个帮我找 就是你如果换在咱们这种出租车司机 不说没有 真的很少对吧 而且中间还没有好钱 那种哎 挺受之有愧的 你说台湾弟弟吗 有台湾是Uber 就 有Uber 对 还有什么 反正有些平台他们都有 今天天气又不是特别好 会蒙蒙的 隐约反正还能看到一些见证 这有个小狗 来这 就来他这里 两块五一斤 两块五一斤 南火梨帅货 两元一斤 两元一斤 小金纸帅货 美女 哈哈 六元一盒 我看 每天都来还要买东西 但是最近因为太忙了也没来 我拿 又化妆了 这个姐姐一般就是下午化妆晚上不化 早上不化 拿两个这个 拿两个这个 然后 还有一点我觉得台湾人要珍惜 台湾医疗的原因在哪 其实你像在中国大陆很多的老人啊 除了得了重大疾病什么癌症这些花钱贵之外 他们就是有一种被时代落伍那种感觉 如果说他不是当官的 或者说他不是特别有钱的 其实他对于一些网络这来说真的不会用 然后他会查原观色 就是他不想住院的原因一方面怕花钱多 另外一方面呢 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方言 他怕说完这些话之后那些护士的那些医生听不懂 甚至说说太多之后即使你花了高昂的钱 他们有可能会 会让你感觉不是 所以他们觉得这方面很难过很难过 你像在台湾那边 很多人就跟我讲 就说你包括那些志工啊 还有医生了 就特别轻声细语的 因为得病的时候大家是最脆弱的嘛 生怕给这个家庭带来麻烦也是 就是我说中国大陆原因啊 就是生怕给大家带来一些 给这个家庭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也生害怕给自己的子女呢 带来一些自信上的压力 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不同 你上次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说 台湾那是你们是 先看病再交费 我们这儿是 像今天中午我要出来买东西 我就路过前台的时候 那个女的就 跟那个 那个另外一个 那个护士 就是护工 跟另外一个护工说 哎 你说那谁谁怎么钱还没交 催了很多遍了 到现在那个钱都没有交 什么事啊 然后 他们甚至会当着患者的庙 会跟你说 该交费了啊 即使他没有说这个价格 多少钱 你作为一名患者 你听到说又要交费了 你什么感受 一次两次 三次 四次你都听到了 你这个是不是给你自己的家庭 添麻烦 你觉得啊 我又给这个家里边花钱了 但是我觉得台湾至少在这一方面 一方面 住院花不了太多钱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也比较尊重患者的心理 我觉得每个得重大疾病的人 他的心理健康最重要 如果说连他自己觉得就是这个家庭累着了 你觉得他吃再多的药还有什么用吗 还有很多人说 你说了这么多大陆的医疗不太好的地方 你不怕被一些人攻击吗 我怕什么 他们攻击我的那些人员都是靠这个挣钱的 我就是个老百姓 我妈妈那个生病 她能给我捐一分钱吗 对吧 他们只是拿钱办事的人 我才不会因为这个担心的 并且曾经也有很多人知道我原先账号 我不是专门聊过台湾的建筑吗 有很多私密账号 甚至有些人根本就没去过台湾 其实有些人去过台湾 一些大陆人 他们就评论说 台湾什么特别破 特别旧 像个小县城 台湾特别落后 台湾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你说这种话 你说上海外滩是你的吗 中国大陆世界是全世界房价最高的 你说你有几套房子 14亿人 你顾我说每个人能有人均一两套房子 不可能吧 而且你说这个地方这么坡 为什么人家看病花情花这么少 为什么人家买房 你说同样的地段 没有我们高 对吧 我们又高 然后甚至有些开发张 买完房子没装修跑路了 又要好多车 要过了 要过了 这边都是拉人的 坐车吗 去哪 然后有些东西呢 你看着心 看着光鲜亮丽的 你拿我们河北霞庄来说 你再往上搜一搜 我们河北霞庄 那个火车站刚建成的时候特别漂亮 但是第一年就夏天的时候楼顶开始漏雨了 我们形容它是一个水连洞 花了那么多钱 我都不知道钱到底花哪 还有一个就是曾经你们看一下汶川地震的时候 每个人都在问那个钱 我们当时捐了很多钱 有很多台湾人了 香港人了 很多人捐了很多钱 我们钱去哪了 甚至当初你们可以搜到那种新闻 有些当地的人 直接把我们捐的钱 今天就自己拿了 买豪车了 还有些人什么 拿着那个捐的那个 那个衣物自己去二次售卖去 你说你生气不生气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当初汶川地震的最大原因是什么 除了地震特别大之外 还是建筑不行嘛 你说你去台湾玩 你看台湾 虽然有些地方就是看的 没有像某些地方那么高大上 那么新 至少人家抗震能力强 我们那个连小学高中学校 这个抗震能力都不行 你说平民老百姓 这个抗震能力能行吗 所以每次有些人在评论说 台湾又破又穷 又怎么样 我心想 你自己到底挣多少钱 你心里有数 我们每天吃的东西 有没有治癌的 有没有超标的 你比如说中国大陆生产的东西 跟送到国外的东西 为什么是两个标准 你难过不做难 难过 你这么强大 你这么强国 那你为什么 对吧 为什么对于本国国民 跟对于外国人就不一样 难道是 出阳迷态 还是说为了只是保护外国人 只坑自己人 到这里了 又来问人家问题了 那个你好 不好意思 我想问一下 知道对面是什么吗 人家是高级养老院 就是为了配合这边 收入特别高的人群 或者说那些当官的 如果他的父母了 生病了 就可以就近在那儿住院 据说费用是很高的 在我们中国大陆呢 大家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 穷 就是一种病 就是一旦你穷的时候 基本上就不要再住院了 慢慢就是等待死亡的降临就够了 如果是这种中产阶级了 大家有可能像我们这样 房子车周围请起钱 全部都借完 能救回来救回来 救不回来 只能说也是天天有命了 这个场景 有没有想到 后宫甄嬛传 里边那个甄嬛遇到皇上那一幕 梅花开了 一梅圆 今天2月2日 我们北方肯定又要吃饺子 祝福大家 节日快乐